Hello,大家好,我是Easy House的安室奈美麗 平時大家游游時會不會遇到很多問題呢? 例如會在想哪一隻游游會比較好些 哪一隻游游會比較實用一些呢? 今次我會為大家講解一下游游究竟有什麼分別 魚膠游是合成了樹枝與液塗料為養料 同時加入了牙料和各種輔助劑配製而成的一種水性塗料 是室內裝修中最常用的長面油漆 魚膠游其實都有很多好處 例如毒性比較低、氣味溫和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點延伸性 可以修補一些外牆的瑕疵 第二款是手掃漆和木器漆 它們都是屬於油性的,要以天拿水稀釋 但其實現在很多品牌都已經推出了水性的手掃漆 手掃漆其實都有很多好處 例如防潮、內磨、常用於木器 可以用來翻身家具 手掃漆流平性好 硬度也會高一些、光澤一些 塗膜鮮艷 而且漆膜乾燥多年之後 它都可以被稀釋 手掃漆適用於高級傢俬、鋼琴 以及一些工藝飾品的塗裝 但如果潮濕的天氣的時候 它會有機會變黃 第三款磁漆 磁漆是屬於油性的 但現在也有水性的 會以青漆為基料 然後再加入顏料而磨製性 而且塗塵光燥後 亦都會呈現出磁光色彩 而塗膜亦都會比較硬生一些 磁漆亦都有很多好處 它是一種耐磨能力特強的油漆 它的漆膜比較厚 遮蓋力強、夠防鐵瘦 最常用於金屬的表面 亦都可以用於木器 磁漆、磁膠漆和手掃漆三個比較之下 磁漆會比較厚一些 它的光澤亦都會比較暗淡一些 它的不好處就是 它的掃漆亦都會比較明顯大一些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頻道 還要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asy House位於科學園 我們成功配奪了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 歡迎準備裝修的你 透過上網或電話 向我們提供基本的裝修資料 Easy House專員會因應校會的預算和裝修風格 提供三間合適的設計公司和裝修公司上門到赤 我們會為客戶提供報價分析 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 在工程期間 Easy House專員也會定期上門視察裝修進度 令客戶可以更加了解單位內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asy House啦 再見